其實先前就已經出現 房屋軍列的現象 附近就是台電在施工 有跟他們反映 但是當時台電 只有進行簡單的補強工程 似乎沒有意識到 地層下陷的狀況 而且類似的事件 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先前在高雄的小港這邊 也是台電的第一工區 也曾經傳出地層下陷的狀況 一個月之內 接連兩起的塌陷意外 因此當地居民強烈懷疑 是台電在這邊進行 潛頓工程惹的禍 所幸在昨天發生 在這邊的狀況 沒有造成任何的人員傷亡 馬路中央呈現波浪狀 柏油路竟然塌下去了 仔細看 凹陷深達1公尺 範圍長約10公尺 寬約5公尺 車輛根本無法行駛 是否緊急封路 拉起封鎖線就怕車子誤闖 第三凹陷一米深 也引起民眾圍觀 這裡是高雄市鳳林路 跟光明路口 目擊者表示 5號下午一輛計程車 經過這個路段 柏油路馬上下陷 附近居民懷疑是正在施工的 台電施工不當造成的 道路塌陷很多種 有些是比較軟或土層 還是我們工程造成的 目前我都不曉得 都有筆 都有筆 今天比較嚴重 今天比較嚴重 當然不完 以前就在抗議了 柏油路不只有凹陷 附近還有一條條軍列痕跡 台電表示事故現場下方30公尺處有潛頓隧道工程 不過下方的潛頓機早在一個月前就已經通過 目前隧道內狀況正常 研判是潛層的塌陷 不過李明還是相當擔心 因為柏油路下還滿有中油跟瓦斯管線 三角椎越搬越多 封路範圍越來越廣 因為工程人員擔心柏油路下線 會壓到底下的管線 在上個月小港中林路也曾因為潛頓工程 施工不當導致地層塌陷 如果不早點解決問題 叫居民怎麼住的安心 記者高彥達謝謝您高雄報導